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多伦多和温哥华一直是加拿大的热点城市 不过,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再这么想 最新调查报告显示 这两个大城市都没有排入前五位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城市 地产网站PointR Homes调查了加拿大85个受欢迎的城市 列出了2018年千禧一代的热点城市榜单 调查考量了八个因素 包括房价、失业率、生活满意度、犯罪率、医疗、气候、教育水平和千禧一代人口比例 在这份榜单中,前五位没有一个大城市 在前十位中,七个城市是人口不到50万的小城 排名第一的是奎北克城 其次是维多利亚 安省列入前十位的 有贵湖、杰弗第三、沃泰华第四、华铁卢第七和京士顿第八、哈里法克斯排第四 也是奎省、安省和卑诗省之外 唯一在前十位的城市 奎省另一个城市三合市 华铃利亚斯排第九、温哥华锦排第十位 而多伦多的排名更低 与安省伦敦并列第二十四、安省的哈摩托第十八和ST、CATHAR-ES 第二十都在多伦多之前 来看前五位城市的具体数据 一、奎北克城 Cadachity QCR 维多利亚 Victoria BC3 贵湖 Gale TH B-E-M-A-R-E